明星期間 那這個論態權 看看就好了 好幾個月前在講論態權 我在據財線上有講 那時候才四五十塊吧 現在已經快一百了 櫻花也是啦 創新港、統一十 因為統一超已經漲快一百了 這個也是統一集團 這也是中概股 好像才十五塊附近吧 被冷落 然後這個櫻花 櫻花還不錯啦 不是賣花的就是賣熱水器的 因為大陸可能 而且這個是有家電下廠的題材 這個可以去留意看看 因為櫻花好像 那個新聞裡面說今年可以賺兩塊半附近 其實本益比也不高 而且投信有在索馬 應該也是長多的股票 對 那就是說它主流類股裡面 創新高的股票就可以去留意 是 所以說我們先判斷大盤的方向 然後再找各個主流 各類股裡面哪些類股是主流 先創新高的 然後創新高裡面還有再創新高的 再來看這個主流裡面哪些個股是創新高的 對 覺得說大盤先看偏多 然後再去找類股裡面 最強勢的 先創新高的 那這裡面就是李大哥您自己觀察的一些股票 一些資料 對 對 因為它的步驟就是大盤為主 然後類股先創新高的 就是表示它是主流 類股裡面在最強勢的 它又是一個主流 所以總歸一句話就是找最強的 對 所以你去買掌停板那個都沒關係 第一頓掌停板其實是無所謂的 是是 對喔 那 這個就是我剛剛有講的 對 然後就是 大盤走多頭 就是要觀察 比大盤李堅創新高的主流類股 然後再由李堅創新高的主流類股裡面 操作最強的股票 那操作最強勢的股票 才有機會賺錢 對 因為你操作那個弱勢的 都只是落後補漲而已 是 通常你先創新高的股票 都不是散戶買的 對 那剛剛就是有提到說 要怎麼去找這些股票的方法 那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好OK 因為我們在看盤的時候 因為非凡跟東森 可是這兩家電視台 它旁邊不是都有大單嗎 對 都有百張的都會出來 那如果一檔股票 它是連續百張一直在買的話 對 然後漲停版的話 是 其實連續個三比五比 其實大家都在看了 是 因為沒有人會幾百張這樣子連續敲個三比五比 這個一定不是說散戶自己去敲的 對 對 所以你第一個 你只要看到連續百張在敲三比五比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說它的現行是如何 是 所以說等於從 從市場上的交易來看 可能最近 反而回過頭來找可能會是一些比較強的股票是哪些 就 對啊 你每天一開盤一定會有先亮燈漲停的 對 還有說先開越高的越好 對 因為開盤不是散戶開的 是有錢人開的 有錢人開的 對 如果開盤可能開高開漲停 那個有可能就是 籌碼已經被都安定了 都收好了 對 那你盤中就是你要看說 到底哪些 因為開盤如果開漲停 我們都買不到了嘛 對不對 對啊 那如果你去看說 有是兩三分鐘漲停 那也可以追 是 對 因為通常開高之後 然後兩三分鐘鎖漲停 那個 也不是 呵呵 因為電視才剛開始 而且是講股票也沒那麼快 對 通常喊一下也要五分鐘 是是是 所以呢 可能主力自己拉漲去鎖起來了 對 你在盤中如果看到說 連續幾百張 尤其是在尾盤 尾盤 通常在1點15分 1點1點15分之後 就是 大家去吃飯之後 就可以開始看股票 對 然後1點半才開始上班 那如果1點10幾分 就看到股票開始在拉漲停 那就可以進了 是 對 然後你再看他說 拉漲停 就是說 再去對照的技術分析 如果他是起漲的話 第一天漲停 然後剛好過緊線 又帶大量的話 那其實就已經是符合起漲模式了 是 那時候就可以去買了 是 所以從 一天交易裡面 然後去觀察一些 可能是有錢人的動作 然後再回過頭來 對 回過頭來看 就是看一些技術現行 對 然後再來決定呢 要不要跟著一起進場 那進場就點 進場試駕買 試駕買 對啊 因為 我通常開盤看一個小時 收盤前一個小時 對 那一天大概只看兩個小時 是 我們一天只花兩個小時再看盤就可以了 然後盤後大概再花一個小時看一下籌碼 然後寫一下那個日誌這樣子而已 是 大概一天花三個小時差不多就夠了 三個小時就可以賺錢了 那這真是一個好工作 對啊 因為其實 只要收盤前大概知道就好了 就是收盤 因為收盤一點之後 很多都可以再做 既然都看得出來 是 因為K棒是做出了 成交量是做出了 大概一點過後 就開始再拉抬 那就再去對照技術分析 那個錯的機率就不大 是 那你如果 一點之後 十幾分二十分買進去的時候 你晚上 因為你買都是買 長紅 是去追高的嘛 對 那你去追的股票 你晚上稍微看一下說 他的籌碼如果是法人有買 對 或是他的資券是OK的 是 那就表示說這檔股票是OK 那就可以爆了 是 然後你只有賺錢的才可以續爆 是 做對了才可以爆破斷 是 對 所以說我們每天的話 我們 李大哥每天操 你的操作 因為就是說 在教育上的習慣是 就看一下開盤 然後 開盤一個小時之後 就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再看一下 就是跟你們聊天啊 或是做自己的事情 是 那再來就看一下收盤的一些資訊 就吃完飯 12點多一點再開始看 那還看之後的時間 我們怎麼運用 呵呵呵 我們還要再觀察國際股市嗎 不用 也不用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 9點就開始看美股了 對 喔 就是說 就開始看美股 可是重點是美股主要影響 只是收盤影響 是 收盤到收盤那都不用看 是 你知道早上看一下就好 看一下美股收盤就好 是 那就是說 台股收盤之後 你整理一下資料 大概就有一些 明天會怎麼走的一些 就有一些結論出來了 是 那有特別去做什麼樣的投資計畫 或說如果說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特別來做 有做避險嗎?應該有 有啊 會留一點資金在期貨避險 這個我之前就講過了 對 我們資料都還留在網路上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謝謝 頭號人物李南縣李大哥 來跟我們分享 這是他自己個人 觀察的心得啦 那裡面的股票也是說 他自己的 用他自己的想法 所歸納出來的一個結論 那當然 會 是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我想這個不一定 對 那如果說投資人的話 我們在做交易的話 可能要為自己的決策做負責 那 就是說 我們也不做什麼推薦啦 沒有啊 沒有目標界 對 我們就是單純 分享李大哥他的 投資交易的一些策略 一些想法 對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 我們謝謝頭號人物 李南縣李大哥 來跟大家分享他的投資邏輯 那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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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大家 婚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